是齁 這兩天很多這種 鄭州富士康廠 那種打架的畫面 對 把我嚇死了 你什麼時候看到 像中國這種場面 就拿著棍子 然後呢 還喊殺 喊打喊殺 我們這邊不是講嗎 他是因為富士康缺工 富士康缺工你要找誰 是找一些退伍軍人 是找這些基層的公務員 已經退休的 這些人是有組織的 有條件的 能夠串聯的 他們是真打耶 黃傑 這場已經號稱是 89之後咧 之後中國最大的一個暴動事件 那這暴動事件裡面來說的話 你看 成千上萬的這個大白 那這大白其實是什麼 他其實裡面穿的 他是軍警人員 他們已經來到這個地方 管不住他 他不是一般的大白 管不住軍警 軍警現在跟這些民眾 在那邊互相打 打現在越來越打越來越誇張 軍警本來用這個柵欄攔住你 這些這些所謂暴動人士 根本就拿起來就丟你 你要就粗估說 現在為止 富士康員工在參與這一場 動萬人可能有上萬人之多 上萬人 很多人啊 所以你知道這個軍警 你看軍警也是人數來了蠻多 雙方現在在互相對峙的狀況 以前大白多兇啊 以前大白都是強力壓制 哪有看過這種大白被打得像是 抱頭鼠竄的 寶傑 你看到很多畫面裡面來說的話 都是大白被人家打好玩的 你看 這些民眾就開始追著大白 你只要大白落單的時候 你知道很慘啊 因為他們裡面的員工相當多人啊 而且他們串連起來的時候 就像寶傑講的 他們裡面的人有什麼退休軍警啊 還有退休解放軍啊 還有大學生啊 成分很複雜 大家這樣聚集起來之後 目標一致就是要打這個大白 又跟富士康抗議 所以他們現在整個你看 甚至還有什麼 因為他們裡面有這個 這個他們的檢測庭 對不對 對 他們破壞那個檢驗站 你看就這樣打 他們完全都不在意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現在整個 現在整個大白 他們還出動什麼 用什麼滅火器去噴泥 對 然後用這個催淚瓦斯都出來 完全要壓制你 但是壓制不住了一個狀況 所以我才說嘛 這一次的這個富士康的這個動亂 真的是造成大家想 哇 這有必要鬧成這個樣子嗎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會弄成這個樣子嗎 到底發生什麼事 還有你看 他們已經是有組織的 他是有串聯的 而且剛剛講 所有東西到他們的手上 是變武器的 對 你看這很多畫面 你看他們還在 拿著一個解放軍的 拿著這個中國的國旗 那拿出來 欸你看你敢對國旗怎麼樣嗎 你解放軍或是大白 你敢對國旗怎麼樣嗎 他們還非常有組織的這個樣子 那甚至他們還會怎樣 他們還說欸 有這個攝像頭 你看攝像頭把它打掉 所以他們 就沒辦法錄影了 對 其實他們是有相關的 非常組織性的這樣一個做 那甚至後面還有人說 欸 我們往前打 欸 不要打到自己人啊 你們我們 我們自己人是怎麼樣 自己要看好啊 我們大家一起來 不要打到 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 那所以你看 這樣這麼多畫面 結果你看紐約時報 講得非常清楚 他直接他講到裡面的重點 他是中國政府幫助 鄭州富士康招工 所以他動員了很多軍人 退伍軍人 他說說 欸 這一次都是共產黨 他們招來的喔 結果招來他們在裡面 居然作亂喔 所以這有些來自這個體制內 所以到底這場作亂 是誰在搞 你看 我覺得這個紐約時報的意思是說 似乎是他們自己 串 弄這樣一個狀況 因為他這次很複雜嘛 有老員工啊 還有河南當局找來的啊 新員工 對 那就還有人有一個說法 因為他們現在為什麼要亂呢 亂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他們說欸 我們這個新員工進來的時候 跟老員工沒有分開 大家這樣住在一起混雜 老員工害怕會感染這個新冠肺炎 而且老員工說 欸我們今天好幾天沒有做這個 PCR沒有做這個檢驗 我們很害怕 所以他們心裡非常恐慌 再來就是說 傳言就是說工資談不容 很多新員工進來說 他說30天你可以這個有三千塊 然後60天有三千塊 但是下面有個單書說 你明年3月才能領 他們就說欸 怎麼跟我們當初講的不一樣 我本來是要打零工的 對 一爆變成打殘工了 所以他們變成是完全暴動 那暴動的時候你就知道 市長現在 這是網友在鄭州城外拍到 他們就說 一望無盡的軍警車 一直往鄭州去跑 所以你知道 這些都是要從外地 來馳援鄭州的 這都是軍警車 對 那這樣 事實上這還是很多警察 穿成這個大白的衣服 就這樣打 現在警方其實有某些程度來說 他真的是使出霹靂手段 很多照片其實員工也被打成 這個樣子的狀況 那打成這樣子的時候你知道 現在這個 現在的這個 鄭州 鄭州政府 還有河南省政府就說 好啦 我們現在不要 不要拚這個外省人 他說這一次 為什麼會打成這樣 他說很多人就是 貴州來的啦 四川來的啦 還有山西來的啦 他們這些員工弄成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 不要招聘這些員工啦 那很多人就說 你根本就是亂 這個不是這個問題嘛 你看你這樣搞下去 省跟省之間的堆利 又被你挑起來 所以反而是 提油救火在這個狀況啦 那結果你知道 最後誰要處理呢 當然就 傅斯康自己摸了鼻子算啦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這些所有的招工的這些條件 現在就有人說了啦 是因為鄭州市政府 還有河南省政府 他們在招聘員工 因為傅斯康之前 員工跑一大堆 缺工 他們要希望讓他趕快動工 所以他們在外面找一大堆 臨時工進來 那臨時工進來之後 這個聘用條件是他們說啦 跟傅斯康說的不一樣啦 是鄭州市政府講 不是這個條件啦 所以當然就變成這樣 雙方談不攏 那談不攏的話 現在這樣 傅斯康只好摸摸鼻子 他就說好啦 我們這個新 這個人力招募的時候 發生所謂技術性的失誤嘛 那技術性 所以我們是剛剛要賠錢了事 當然是這樣 所以他現在已經說 他向員工道歉 然後他又說未來 所以現在中國的風險 也太大了吧 然後傅斯康說未來 你只要招工海報上面 所有的條件 我們一概都認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要加發獎金給你 所以事實上 現在只能夠這個樣子 像你要離職後 我就趕快提供給你一萬人民幣 這樣的狀況 所以搞到最後來說的話 是傅斯康你自己要吞 好 所以搞到什麼 現在蘋果也很擔心 因為事實上今年的 這個iPhone14的Pro跟Pro Max 已經在聖誕節買不到 就再加上這場混亂之後 更買不到 但我覺得經歷過這件事之後 蘋果明年一定會想 糟糕 我一定要加快的外移到 不是我還能壓在這個正州嗎 不能壓 而且對傅斯康來講 他已經連續吞了好幾次的悶虧了 你覺得他會怎麼想 他當然會覺得說 我這樣子一直吃悶虧的話 我也受不了 你不是把人給逼走嗎 所以我覺得兩個 一個推力 一個拉力來說的話 可能會加速這些 而且很多廠商也在看 李傅斯康你也搞成這樣 那我們其他 你說連傅斯康都是這樣 那其他怎麼辦 更是慘 所以我覺得這次暴動 對中國是相當相當負面的 好 停會 這件事情 我想都沒有想到會鬧這麼大 而且剛剛講的 你原來找的是退伍軍人 你原來找的是這些基層的黨員 甚至有一些 根本就是基層公務員 或者沒有辦法 我要硬拉人 硬拉人以後 我給你看的條件 根本後來不能履行 居然就打起來了 而且還真打 有人講說從六四之後 從來沒有這麼大規模的衝突過 我覺得這吃悶虧應該是富士康 因為他裡外都不是人 本來來講的話 照道理講 這種清零政策 使他的產能 還有他的運作產生問題 問題他現在又要答應 美國這邊的產能 所以變成說 他招工不足的話 他用臨時工的方式 結果你知道他應聘 來了十萬多人 結果他怎麼怎麼搞 因為他本來來講的話 裡面就已經有原本員工了 原本員工有的還沒跑 然後又來了新的人 這新的人 剛剛你聽到十萬多人裡面 有解放軍退伍的 解放軍退伍的 有其他的 聽到說一萬塊 當然大家都跑過來 那現在來講的話 當然富士康也只能 這個 花錢了事 都給了 但是問題是在暴動過程當中 竟然有人高喊什麼 打倒習近平 打倒富士康 誰假的 這種話都喊出來 你知道嗎 所以這種 代表說裡面事實上 有不單純的 有一些很奇怪的分子 混在裡面 那當然也有人是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啊 然後也有人喊 這樣一個奇怪的口號啊 那照道理講 所以你說這個動作 這個東西不單純 不單純 如果說你真的是要 針對富士康 那你跟燒殺魯略 都是針對富士康的廠房啊 你怎麼會跟這些警察打在一起 而且警察都外地都派過來的 因為當地正在壓不了嘛 押不住 所以從洛陽 還有從其他的城市 全部調派武警過來啊 所以你如果連武警都調派過來 都撐不住的話 你現在 揉弱了富士康的員工 怎麼可能會把那些大卡車 那個警車全部都翻倒 翻警車 然後還燒警車 不是 我覺得他們最厲害的地方 我看到 那個滅火器 它居然可以當成武器 而且那滅火器用得多好 什麼時候該噴 該怎麼樣的噴 我該怎麼聯合的噴 欸 那是有訓練的呀 是啊 代表都訓練過了嘛 而且訓練比現在現在的大白 都還要訓練 訓練有數啊 所以代表說 那內部一定有什麼份子 混進去富士康 準備接受富士康 我的解讀是這樣子啦 那為什麼這麼講呢 你富士康要嘛你就賠錢 要嘛我們先走了 下一波我們再來 慢慢的蚕食精吞 把富士康整個吃掉 所以這個蚕食 我認為才是最大目的 好可怕喔 不是真的現在 你看我們絕對不能相信中國 中國婆婆講的話不是嗎 我們現在也不能相信 中國政府講的東西啊 你覺得說中國政府 我補助你 我協助你 我讓你安全 然後你可以恢復生產 難道會相信他的話嗎 不是的 其實這背後有很多的水 深水是很深的 好 所以 董事長 這個水剛才講的 這個東西這麼樣的不單純 怎麼一個簡單的事情 本來以為說 你今天招了工解決了 沒想到 事情越搞越大了 我覺得這個事情本身 它現在最後結論很有意思 不再拼用外省 不要四川 不要貴州 不要山西 那總共這個地方員工 我記得應該是30到35萬 30萬 就是非常大量嘛 對不對 然後現在做的是 iPhone是 Pro跟Pro Max 是最高級的在這邊做 所以這個影響到全球的 全球的出貨 那現在這個時間非常快 為什麼iPhone現在是 iPhone的Big Sales 最大賣的時間點 馬上到什麼時候到了 Christmas到了 Christmas到了 你現在iPhone 最大量的時間 現在出不了貨 這問題非常嚴重 對不對 所以老外幹婚了 我也這是幹頭昏眼花 然後這個事情 短時間能不能解決 不能解決 所以現在鄭州市政府 包括荷蘭政府 全部介入 介入的方法很簡單 我看外電報道 介入了 他怎麼介入你知道嗎 阿爸每一個村鎮 他把每一個村鎮設Quota 就是說你這個張家村 你給我弄50個人來 那李家莊給我弄30個 他是全省Quota下去 你給我去找人 黨員 通通過來做工 他就給你弄了嗎 他馬上就補充上來 所以他敢講話 說我不要外省人了 以後不要外省人了 以後這個 這個玩笑大了 這個富士康的鄭州場 就變成 全部變成河南人 鄭州人了 對不對 外面人去不來了 對不對 那工人 那這個是方法嗎 這個當然不可能長期用 因為這個事情 它影響了索局 當然這個加工層次 並不是很困難 對 可是搞成這個結果的話 我覺得鄭州市跟荷蘭省政府 當然也是不用辦法收拾 它能夠補充上那麼多工人嗎 補不上 我認為補不上 補不上的情況之下 最後這個產能 會逼著富士康 把鄭州場的產能往外移 移出去 往外移 往外移的地方 我覺得聽說 他們已經在做這種準備 而且是外國 不是在中國 那不就印度了嗎 我不知道 可能是越南 可能印度 但是越南好像已經客買了 越南也存不下 不是 所以就是 那你根本現在中國 你讓這些廠商 你想 你本來是內需活不下去 本來這種外銷的 你還可以讓它存活 現在外銷都待不下去了 那問題 核心在哪裡 清零嘛 所以真正的問題 還是動態清零 那動態清零 到底什麼時候能夠結束 才是能夠根本製造的方法 目前看起來來講的話 還是遙遙無期 好 各位 剛剛講 最近很多的事情 其實都有一個大結構 大結構是什麼 是中美的對抗 中美對抗裡面 美國又出了一個新招 他不是講 我有一個印太司令部 印太司令部一定 你把第三艦隊的航空母艦 都已經送到了第七艦隊來管轄 你等於說這個地方 全部已經滿邊了 你等於就是把所有的 等於說所有的壓力 已經拉到最高層了 現在不是 海陸空不夠了 它現在就要在印太 搞了一個太空軍 專門對付中國了 對 這是美國在所有海外的 所有駐軍當中 第一個首次成立的太空軍的子單位 因為本來在美國本土也有太空軍 但是在海外來講的話 就是在印太司令部底下 成立在那個分部 那這個太空軍 你應該想到什麼事情呢 記不記得二十大的習近平的工作報告 裡面講到的就是航太 講到太空 你看到那政治委員不是也都是 很多航太的人 很多航太的專家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下一場戰爭來講的話 對中國來講 他們希望跟美國一較高下來就是太空站 什麼是太空站呢 就是比如說很多的這個所謂的登陸月球 或登陸火星的計劃 還有在太空部署相關的這個類似武器 當然這是違法的 但是中國來講的話 它現在就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只有掌握太空的話 以前我們講自海自入嘛 現在講自空 自太空 誰能夠掌握太空才能夠成為全世界的霸主 所以現在沒關係 你美國這樣子搞我沒關係 用晶片來卡我 用什麼經濟手段來卡我 都無重要 都無所謂 我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要發展這個 記不記得前幾天 所以我要把我的制高點放在太空上面了 記不記得前幾天 菲律賓的漁民不是在南海在那邊撈 從那個什麼中國發射的火箭的殘骸嗎 中國為什麼要派30多艘的海警去圍牆 想回來 對 如果說中國是派30多艘海警的話 代表菲律賓的漁民可能有100多艘以上的 旅船在那邊作業準備要撈這些東西 因為那個東西撈完之後送給老美 直接上面的塗料 器材 相關的這些器 這個裡面的相關隱藏的什麼樣的設備 美國都可以掌握得清清楚楚 因為下一個世代的戰場上就是在太空 所以中國他也不希望讓美國知道說 他到底要做什麼 所以你才看到習近平的野心嘛 他的野心才會在20大裡面的工作報告展現 我現在也跳過什麼2025中國製造那個東西 也不跟你談這個東西了 我就直接進入到太空站 進入到太空的這樣那個範圍 來跟你做對抗 那這其實是中國目前的一個野心 好 所以董事長 現在中國在這航太部分 也就大量沿用航太人員 這讓美國緊張 美國緊張就在印太司令部搞了一個太空軍了 美國太空軍現在的力量確實是遠大於中國 你看最近一次的這個 艾倫馬斯克的SPEX的火箭發射嘛 那個他發射的這個整個的技術 而且他這次是沒有對外公佈喔 他的發射的 他所帶的cargo是什麼東西 他是承戴著Pentagon美軍的特殊任務 所以他最近頻頻在做這種事情 而且他的這個這次的發射火箭的技術 據說是相同的地球軌道的話 過去要一個禮拜 他這是一天就完成 一天就完成 他直接就是整個火箭那個噴射的那個動力 那個發動機的力量 他加了非常好多倍 然後用新的科 用一個比較更簡單的方法成功 七天一天就可以完成了 一天可以完成成本降低 那這個東西就很簡單 這一比一下一件事情 你就比垮掉了嘛 對不對 他的發射衛星速度遠大於你 而且他的裝載貨物的速度跟頓速 跟他的高度 都遠超過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 這個是NASA極大的突破 那這是幹什麼用 而且是軍事物資嘛 那就是太空軍用的嘛 所以最近的一兩個禮拜看到這個消息 所以他那個整個技術的代差已經出現了 然後第二個來講的話 當然很清楚嘛 那這個他如果說真的是要打 在太空軍要打打什麼東西嘛 打衛星 打衛星嘛把你眼睛打瞎了 你發生個鬼頭啊對不對 你不是到時候你要照你的群標 自己在地上GPS沒有了 你北斗一號把你打掉你怎麼辦呢 對不對 所以你在真正講美國要動手的方法有很多種啊 那我認為技術上他已經遙遙領先了 雖然中共有很多方法 還是能夠說在太空裡面有很多的投資啊 有很多的這個人的後續的可能性 但在尖端技術部分來講的話 差距非常大 天台 明天 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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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